RoboMaster S1系列教学视频 行人跟随 RoboMaster S1配置了行人跟随功能 可以流畅地跟随行人 成为你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 进入RoboMaster App单击驾驶界面 点击行人跟随按钮 FPUE界面会出现识别区域 控制云台转向 使行人完全处于识别区域中 机器人会根据前方可识别范围 2-5米内的行人进行识别 识别成功将会出现橙色的刻点框 选择相应已识别的目标 将进入目标锁定状态 点击绿色方框后 机器人将保持2-5米跟随距离进行跟随 在行人跟随过程中 您可以随时通过APP的虚拟摇杆 调整机器人相对行人的 接近、远离及环绕移动 但无法打杆旋转机身 再次点击绿色方块 将返回目标锁定状态 可以重新选择跟随目标 当跟随目标脱离选框时 将退出行人跟随状态 需重新锁定跟随目标 点击右下角的红色按钮 可以退出行人跟随模式 以上就是RoboMaster SE的入门教学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是 什么意思 最好